好 感濟署 我這次有機會我去服侍一群學生 給我很大的感動就是看見那個老師 他那個為父的心 我最感動的是他說他帶一群學生來 他上一次帶一群學生 搞到被人炒魷魚 但是他說這次他都要帶 我一定要傳福音 就算真的萬一被人炒魷魚 他都要繼續去 還有他好就是 我最感動就是 他帶一群學生 不是去那間教會算 他說願意陪那群學生留在教會一年 等那群學生真的穩定走 然後他才去走 所以我覺得是很受感動的 我都是有份參與那一次 去那群學生去那次的會 兩響當中就體現那群學生 他們每一個人都不適合他們祈禱的時候 很多都是受感動的 每個人都不適合他們 我覺得就是他們那個追求的心 看到他們雖然是很年輕的 但是他們有一個很希望的心 是很想追求的 而且我也都為了那個老師 但是他那個老師真的很感動我 因為他說他找了很多的教會 他找了這群學生 他真的在當中看到他有一份愛神的心 和傳呼音的心是很熱切的 我感激著 我去一次短書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 在短書裡面學到一件事 就是情理兼備 怎樣情理兼備呢 就是在我們的當中我看到 不單只是去傳福音 自己在學習裡面看到牧者 怎樣去侍奉神的心命 又可以服侍人的過程裡面 他傳福音不單單是讓人得救 而是很體會到當心靈 他們很需要去服侍的時候 看到他們內心裡面有一種學無 有些東西不單是傳福音 叫他們信了耶穌 而是他們的心靈 其實很多心靈的醫治 是需要我們去跟他們一起支持 去幫助他們的 我希望在短書裡面 繼續去做到這一件事 去輔助人 祝福人 我希望我們繼續努力 我這次第二次去天聖 讓我感到去天聖的一個好真實 就是千聖堅烈 是我覺得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角落 都很多元的輸入福音 要上帝的愛 還有很多元的幫助 這是我的感受 好 多謝神 我這次有機會去短書 其實去到當中 有些長者 原來普通話都溝通不了 他們就有說一些鄉下話 我是不太知道怎樣去回應 不過我就唱了一首歌給他們聽 就唱媽媽好 我用普通話唱的 婆婆聽完之後 她笑得很開心 這次去短書 我覺得很感動 很感恩 看到很多的弟兄姐妹 雖然她們的文化雖然很高 很低 不懂字 都不懂得看聖經 但是她們會信主很簡單 安心 還有早晚我記得祈禱 當她們有個見證 她都會時時記住愛神 其中有一對的老夫婦 跟她們溝通的時候 她們都經歷神很大的醫治 她很感恩很感動 當她祈禱的時候 她心裡面會覺得很火熱 有熱的感覺 覺得很火熱 然後問她們想 會為神做什麼的時候 她就覺得她要去為神 去祈禱 然後她們都很感濟 我這次就是第一次去短書 這次去短書雖然第一次 經驗不多 但是都給了自己一個機會 去搭前一步 去跟那些會眾去祈禱 還有講見證 都覺得很值得的 整件事 還有可以看到 她們的弟兄姊妹 雖然可能她們 經濟上不是說很有能力 但是她們那個 單純的心 其實是很值得我們去扮擇 因為見到她們 見到我們千里地來 她就會很感動 見到我們也會流淚 或者有些很熱情地去招待 所以我覺得她們接待我們的時候 也就等於好像接待了神義來的天使 對她們來講是非常開心的事 我見到這一幕也很感動 感謝神 因為神沒有公平度 我可以去到這次的短書 我也是第一次去短書的 有一個很感動的地方 就是雖然我們溝通不了 因為用普通話 她們都未必聽得懂 之後唱詩歌 她們又聽不懂 她們的祈禱也是聽不懂 但即使在她們的文化水平不高的地方之下 但是在這個地方 她們都可以有這樣的心 可以去 一樣是這麼愛這個神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就是覺得我們香港其實很幸福 因為其實出去 你是看到任何一個地方 都是有教會給我們去 但是她們去一個教會 可能就是要一段時間 可能要半小時至一個小時 但是她們都是有這樣的心去那個地方 所以都令到我可以反省的就是要珍惜每一次學習的機會 和回教會的機會 這是第一次斷孫的 中間幾個方面說 第一就是我在這裡悠閒訓練之後 我可以第一次有機會去服侍 今次我的服侍令我完全沒有想過 我有很大的回報 就是第一我真的可以實踐去服侍人 當我服侍婆婆的時候 她都覺得很舒服了 有些心裡面心痛都覺得鬆了 最後她也有受洗 當然不是我的功勞 是神的功勞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就是被神使用 另外我也看到我們自己 我們在香港很有福氣 我們有很多機會學習 我們真的在其他地方 很多人都是很缺乏 我們真的要去很感恩 我們真的需要將所學的 能夠有機會去服侍人 還有最感恩的就是 神真的不早不遲 我五天的短孫 我回到家 第六天我先生就願意去決志 我覺得神真的給我一個很大的禮物 他在一個很硬的心 能夠突然好像高氧分在那裡 就無緣無故讓我跟他決志 這樣就信得住 真的很感謝主 當然我還有一個禮物 就是我教人這位 就是當作我認識到這位智慧 好感謝主 我其實打算短孫 都是打算服侍人 去幫助別人的兩次 都是 但是天父是送了一個禮物給我 亦都是幫助我的心靈 醫治釋放那些 我一直都以為自己都OK 很勇敢的 但是其實原來最深隱密處 是受過傷害處理 但原來服侍人的時候 都得到醫治釋放 所以參加短孫是好好的 加油 大家一起 他要揮我們的編褲花花 還有看到很多的異象 神帶領你去的時候 你一邊服侍 看到神的作為 是這麼奇妙的時候 你會一次比一次勇敢一點 看到這麼多位參加短孫 其實我很感動 我首先分享 就是在4月2號 服侍了幾六位學生 以及一位老師 以及太太 他們真的個個都有經歷 個個都有經歷 因為太豐富 所以我以前很低 有些就說 天歷不一樣的喜樂 說不出來的 即是延遲都說不到 有一個就說 我感冒來的 但我現在沒事了 有一個就說 我很好放鬆 好像去旅行一樣 我想在他的印象裏 去旅行是很開心的 每個都很開心 好像去旅行一樣 不是 是比去旅行更開心 有一個就說 他身體有搖晃 他最初抗拒 後來他一放鬆 一分開之後 他就經歷 聖靈 他看到一團很光的 一個大光 他很舒服 很開心 另外 在腦海裏 有一個浮現了 一個很美麗的地方 我們相信 他可能會去到天堂 老師也是肌肉放鬆 因為平時很多緊張 都很輕鬆舒服的 還有有流淚釋放 覺得很舒服的釋放了 最重要的就是 當牧師問他們 你們願不願意更多 跟從耶穌 他們的耳口同聲說 願意 這個我相信 就是我們服事 最大的獎賞 就是當我們見到 人得著幫助 並且願意跟從耶穌 這個是最大的獎賞 哈利多人 我們多謝神 謝謝大家